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收听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 那今天十九大开幕 那我们重磅评论 很荣幸邀请到 台湾产经建言社的理事长 也是前海经会董事长 洪其昌 洪远你好 光琴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对洪远重头戏 有没有在这个 来到我们节目之前呢 有观察今天早上 最新的开幕的情势 我想基本上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中国大陆 五年一次的大事 尤其对习近平来讲 他这一次他是要总结斯巴达 然后开启他的一个 未来的五年 甚至比未来五年 还更长的习近平的时代 习近平是一个 有高度政治使命感 跟高度政治企图心的人 所以他在2012年 也就是斯巴达他上任 接任国家主席 党的总书记之后 他就为中国的未来的发展 设定了两个百年 两个百年 两个百年 两个百年很长 那两个百年 第一个百年就是在他的任内 就是2021年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周年 他把这一个列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国家发展的mindstone 那第二个百年就是建国百年 也就是2049年 当然2049年 离开现在还有一段相当的时间 而且到那个时候习近平先生也大概都已经九十几岁了 所以他事实上他所focus的是在所谓的第一个百年 就是世代性的一个观念 以及如何再转入到第二个百年 那第一个百年跟第二个百年当中 他都设定了一个明确的国家目标 比如第一个百年 他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就是要把中国的脱贫 从过去的 事实上我们知道 中国的贫困的现象 尤其在西南跟西北 中国的西南西北 贫困的现象是蛮严重的 那他在他这五年里面 他透过各种有效的工具 把贫困从七千万掉到五千万到四千万 到目前大概三四千万人 然后到2021年 他要把全部脱贫 这个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他当然在中国制造2025 这个是放在13.5的经济建设里面 在13.5的里头他也提到了 2025的时候中国要走向一个中国制造 也就是不是只有一个manufacturing 而是包括design 就是中国的智智智慧的智 中国制造 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 他有设定了一些的目标 他也很明确的设定了一些他的目标 那这当中对我们比较相关的 当然我们会去考虑说 那跟台湾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慢慢来谈 洪委员 我们先从这次十九大 我们要看重点 对不对 那你的重点在哪里 我觉得第一个 当然就是看他的党章的修改 因为主要的一层之一 是党章的修改案 那党章的修改案是在 十八大的七中全会 也就是十四号结束之前 就十一到十四号这四天 十八大七中全会开完了 开完了之后 当然他又提一个报告文给十九大 那现在会不会把习近平的思想 或是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的理念 放入到党章的里面 因为过去中共的党章 我们所看到的 他基本上就是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就是马列 然后毛泽东 邓小平 接下来呢 他就会提到了三个代表 跟科学发展观 那三个代表 是江泽民时代的代表作 科学发展观 是胡锦涛的时候的标志 但是他们都没有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放在里面 只是把他们的思想放在里面 就是说一个是三个代表 一个是科学发展观 那现在习近平思想 或是习近平理论 或者是习近平治国理政 这样的概念 会不会放入到十九大 那评估呢 有些人认为说 可能不会有习思想三个字 但是会有习 但是我认为 一系列的文字 就是习近平这三个字 应该会列入在党章的里面 当他列入在党章的时候 那么就很清楚的 他这个时候 他已经是操感了 江跟胡 然后他是跟毛 邓 并肩并齐 我想他是要树立起一个 在中国的 中国的百年发展 或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当中 他的历史的定位 所以他才会在2012年的时候 他就说 前就是两个三十年 有没有两个三十年 就是毛泽东的三十年 在邓小平的三十年 那第一个三十年 当然首指的是从1949年 中国大陆建政建国开始 到1978改革开放开始 这三十年是第一个三十年 那第二个三十年是 邓小平改革开放到2012 这个是第二个三十年 那第三个三十年 就是2012 习近平接掌国政 接掌党政之后的 未来的三十年 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是在 五年前 他就已经把他的企图心 跟使命感 就是呈现出来了 前面有力气众深的 这也是我们看中国十九大 这个我们叹为干 观止的这个一个印象 不过这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就是人事铺牌 洪远 人事铺牌是这次的重点 尤其是政治局常委 以及王岐山的去留 我觉得政治的铺牌 我个人是这样的看法 因为这已经是确定 是一个习核心的时代 因为十八大的六中全会 也就是一年前 就确定了习核心 所以表示说 就是未来的领导 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一个领导的架构 好那这里头要放些什么样的人 那这个当然有一些值得观察 那大家会觉得 第一个观察的是王岐山 因为王岐山过去这五年 担任中纪委的书记 所以他的防腐打摊 然后他打了好多个大老虎 然后部级干部以上 省部级干部以上 以及一些军区军委 都有蛮多人落马的 所以他是 他是在习的执政的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住所也好 或是一个团队 那到底他会不会留人 我个人是采取 他不会留在常委 那跟我们昨天的来宾 齐乐意完全不同的分析 那个日本独卖新闻是说 没有他名字 那你的评估呢 我认为他不会留在常委 主要的原因是 习近平不需要为了一个王岐山 去改变过去的所谓七上八下 这样的一种的一些规范 我觉得虽然七上八下并不是一个 一个明文的规定 但是呢很多人会提到说 他就是为了让王岐山来突破七上八下 然后呢五年后习近平也接近70岁的时候 习近平也可以继续的留任在 在国家级的领导干部里面 我觉得他大可不需要经过 这么一番的折腾 因为他的领导地位就非常非常巩固了 所以我觉得王岐山呢 还会是一个未来重要的 他的治国理政治党 就是从严治党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搭配者 但是他的角色 有可能是在未来要新设立的国家监察院 就是国家监察委 或者是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还是有职位 国安委 他有可能担任国安委的副主席 或者是担任国家监察委的副主席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所以我觉得 王岐山他基本上留长的可能性 留在常委会的可能性不是那么大 但是他还会有他的重要的工作 那第二个我觉得非常值得观察的就是 因为从邓小平之后 就有所谓的隔代指定接班的问题 隔代指定接班 那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说 就是八九天安门事件之后 胡耀邦赵紫阳下台 那胡耀邦赵紫阳下台之后呢 邓小平就指定了江泽民 他从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 在1989年5月的时候 他就直接上来了 担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 那个是一个邓小平 他以一个大佬的身份 开国元勋的公份去做一个指定 然后同时呢 五年后他也指定了第二个隔代接班的 就是胡锦涛 所以胡锦涛就是这样的被指定出来的 然后当胡锦涛在五年前 他退任的时候 当时的江派 就是江泽民派跟团派 就是共青团的团派 他们有一个这些老人政治的默契 就是说未来二十大的接班 是胡春华跟孙政才 孙政才这次双开落马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1963年 因为中国大陆他的体制上是 国家领导人 党的领导人是两届 每一届五年 所以十年一个阶段 所以当胡锦涛 他当时退任的时候 他就指定了说 那未来的十年的接班人 是胡锦涛 那但是呢 习近平他自己 他有高度的政治企图心 而且他的企图心里头 是要完成他的使命感 他的使命感很清楚 就是中国梦 就是一个强国梦 强军梦 就是军队要能打战 要能打胜战 然后最后是要达到 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以这个是他非常清楚的 一个发展的 一个蓝图跟目标 所以他不可能 十年的时间 要去完成这一个 他 我觉得未来的五年 事实上 他不仅仅是未来五年 就习近平的十九大 虽然是五年 但是十九大 他的布局 是为了未来的 二十年在布局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很清楚 可以看得到 好 相关话题 我们进入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今天这个十九大开幕 那我们邀请 而且很荣幸邀请到 一个高手啊 这个前海经会的董事长 洪其昌委员 那洪委员 您刚刚真的是很精辟的分析 我就喜欢这种大事件的时候 有邀请到像您这样的一个角色 齐乐意也非常的不错 那齐乐意注点 这个在北京是二十三年 那我想听听看 洪委员 你继续来跟我们谈 人事铺牌 是习近平这一次的一个 抓权的一个象征 所以你手上有拿联合报 我手上也拿联合报 他们做了一个 七人制常委的一个 所谓的人事 包括他们什么原来什么职务 后来可能是入围 你说可能全对 前面再加一个 这个习近平 然后李克强之后 包括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栗战书 汪洋 可能是这个名单 我对这一个名单 我觉得它有相当大的一个合理性 那主要的第一个合理性就是说 把隔代指定这个部分完全去除掉了 也就是胡春华不入常了 就是现在的广东省的省委书记 胡春华 他是1963年出生 是在17届 17大的时候被隔代指定 要在20大接班的 嗯 结果他现在19大 他入不入常 是一个非常关键 可是洪伟友对不起打断 如果再加上一个孙政才 嗯 他们两个才60后 对他们两个都60后 都是1963 那就是表示说 习近平展现了他的政治企图心 嗯 也就是没有所谓的接班 是我习核心的时代 习核心的时代 不是只有从18大的六中全会开始 然后只有五年 未来的五年是习核心 嗯 他觉得他是明确的要告知 他的党员 嗯 他的国人 13亿的国人 甚至全世界说 我习近平的领导的 我是一个重新制定制度的人 嗯 我可能不受 我不受过去的十年 十年 对 我不受这种过去十年的任期的牵绊 我也不受过去老人政治 跟派系平衡妥协下的 嗯 隔代指定接班 那完全是习近平时代来临了 所以所以我说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嗯 很很重要的 那前一阵子我们大家会提到说 有一个陈明尔 嗯 陈明尔 对啊 就是贵州省的省委书记 他去接重庆 他接了孙政才 是 那陈明尔会不会入常 是是 我原来有一段时间我也认为 诶陈明尔入常的可能性还蛮大的 嗯 我说他如果入常的话 那胡春华入常 陈明尔就可能入常 因为两者是一个balance 嗯 也就是说你胡春华是一个 元元老派指定接班的 嗯 但是陈明尔是我习近平总书记 我要的人 嗯 那如果说最后是两个人都不进入常委会 嗯 两个人都不入常 嗯 那么就很清楚 在未来的十九大的七个常务委员里面 嗯 没有一个是六零后 嗯 大家都是超过 都是五零啊 都是五零的这一这一个阶段 嗯 那所以表示习近平今天他会继续的来 来 为作为中共的领导人 嗯 那在这为新引入的五个心血里面 我们怎么来看 嗯 习近平李克强是确认的 嗯 那再来呢 大家都会提到栗战书 嗯 栗战书因为他现在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嗯 而且啊 跟习近平的关系是非常的 啊 pretty close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 有一说说栗战书会不会接王岐山 出任中纪委 他接任中纪委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嗯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明年 中共的国家制度就会有改变 他会设立一个国家监察委 哦 国监委 哦呦 国监委的角色就是中纪委的角色 是 所以目前我的看法是 栗战书他会接人大 人大委员长 嗯 也就是现在的 呃 现在的张德江的那个位置 嗯 那以中共常委的排名 人大常委会主席是排名第三 嗯 所以我觉得栗战书有可能他会去接 嗯 他应当就是 呃 接人大 呃 人民代表大会的 嗯 的委员长 然后兼 国监委的主席 是 就是国家监察委 所以他当然是负责中纪委的工作 我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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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一个啊 就是那何以习近平要放手王岐山 他这个很难提耶 我觉得他并没有放手王岐山 你不是说啊 他他他不入常委会 另外的职位 他不入常委会 是 但是他有可能在国家监察委里面 嗯 或者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 嗯 国安委 嗯 他可能在国安委担任副主席 嗯 因为在未来的五年 甚至习近平的时代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角色分量跟功能 是非常广泛的 哦 是无所不包的 值得注意啊 所以他就把他 他可以把他放在国安委 放在其他的位置上面 嗯 嗯 那这个是啊 栗战书 第一个我们提 嗯 我们提到栗战书 那第二个呢 我要提到的是赵乐际 嗯 赵乐际很多人都认为说 他的可能性不大 嗯 没有没有错 他基本上他是 他是现在的中组部的部长 嗯 党的中组部的部长 那中组部在 在中国大陆的党的发展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组织宣传统战 对 他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组织 而且赵乐际呢 他跟习近平之间 他们是有两代的交情 嗯 就是两代的交情 嗯 那所以赵乐际 他从中组部 他同时他现在也是政治局委员 嗯 所以他深认为常委 那是一个合理的 嗯 所以那么习派 如果我们要硬要把它分成 有什么派系的话 嗯 就是习派 就明确的有三个 嗯 就所谓大大派 习大大派 就习近平 然后栗战书 嗯 还有再来是赵乐际 就这样三个人 OK 这个黄委员 我想这个应该够了 因为我们听众朋友 可能对这些名字 不是那么熟悉 虽然我们讲过 大概两三次了 很具性民意的 我想这个听众朋友 听见会熟悉 那我们来看 所谓的这个政治报告 会是什么 习近平出手 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些呈现 但你这个是要指两岸的 两岸的部分 两岸可能列在第十章嘛 就是说两岸关系 这个部分 嗯 我觉得在他的十九大的里面 两岸是重要的 但是绝对不是那么重要的 因为事实上还有比两岸更重要的 就是中国要如何成为一个强国 嗯 他如何要在全球的国际治理 嗯 国际治理的当中彰显中国的地位 嗯 以及他在区域的角色上面怎么扮演 另外还有他很重要的进行他国内的深化改革 嗯 他的经济要怎么改革 他的国企要怎么改革 他的金融要怎么改革 对 刚你有提到就是开中民意就切这个 就是可能是这所有的十九大的一个重心 对 他这个部分上 他一定都会去兼顾 一定都兼顾 当然两岸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嗯嗯嗯 那么两岸的议题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 可以我们做一个关关切点的了 嗯 我认为他基本上呢是一个 呃 反读是很明确的 嗯 反对台独 对 一中原则 嗯 一中原则反对台独 这是明确的 对 然后具有一个中国内涵的九二共识 嗯 这个也是明确的 这个大概五年来十年来中国大陆就是都是 长年以来这是他的既定的一个政策 嗯 有没有各表是我们自己在讲的 啊 当然当然对对中国大陆来讲 对中国大陆都这样 他没有各表 嗯 就是没有各表的空间 他就是一个中国 嗯 没有各自表述 那再来的一个呢就是 好那他会不会缓毒之外 嗯 他会不会加重触统的力量 对 这我们关注的很多人在探讨 他会不会加重触统的力量 那如果他加重触统的话 他是继续走和平统一的这条路 或者是他会借用 部分的借用武统就是武力统一 嗯 或者武力恐吓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走 嗯 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切 你要分析呢 那我个人是这样子 嗯 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他会继续延续着两岸的大政方针 嗯 两岸大政方针是什么 就是两岸的和平发展 哦 所以他会继续的走两岸和平发展的这一个大道 但是呢 他会加速融合的这种成分 嗯 就是两岸融合 或是说融合发展 对 融合发展 就恕我这个跟您就叫啊 为什么突然冒出一些文字 是我们以前没看到的 就是两岸融合 将是习核心 这什么意思 我看你们在论坛上也有提到 对 我觉得这基本上不是现在才出现 哦 这出现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这个融合的概念是什么 两岸一家亲 当他谈两岸一家亲 那就是一个融合的概念在里面 嗯 当他提到国家的统一 不是形式上的统一 嗯 而是两岸人民心灵的契合 嗯 当他谈两岸人民心灵的契合的时候 那就是一种融合 嗯 那就是一种融合 有人会不会觉得 这洗脑这统战啊 这干嘛的啊 对 是 我们很多台湾很多 所以我是觉得基本上 那我们怎么去看统战 我觉得统战这两个字 我们应当要比较正确的去看到 看待他 嗯 统战是统一战线 嗯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说 说写啊 嗯 那这个是以前在国共 国民党跟共产党的国共内战的时候 共产党非常的小 他必须要去团结外面所有反蒋介石的人 来成立一个统一战线 那统一战线 那统一战线 这就变成 后来他就举两个字 就是统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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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已经变形了 对 所以我是觉得基本上 这个东西呢 呃 怎么讲 如果说你说他统战也好 或者是你 我是觉得他也表达了出来 他想要走的方向 嗯 就是一个融合的方向 嗯 我不希望兵戎相见 嗯 虽然中国大陆今天仍然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 对 他仍然有反分裂国家法 在2005年的时候反分裂国家法所设定的三个底线 嗯 如果台湾宣布独立 那他们就 他们就 先展后奏了 那如果有外力介入 嗯 如果有国际的外力介入 那他们也会 也也也为了让国家啊 不走向分裂 所以反分裂法 他就赋予政府 赋予军队 有一个行 行使军事动作的一个 一个空间 第三个就是台湾长期 不进行和平统一的这种谈判 或是和平统一已经没有希望了 他的反分裂国家法是把和平统一没有希望了 也列为他可以动用武力的条件了 这个是这个是他很清楚规范了他的三个动武的条 的条件 不过我个人认为武统 因为最近这一年多以来 有太多人在谈说 2020年2021年会武统武统 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吓唬自己国人 这样这样的媒体 我觉得也是相对不负责任的 你认为武统2020什么 这个研究员所说的 这个出书的这些东西都是吓唬人的 我觉得他们吓唬人多 而且也也透过这样子 因为像美国的那两个智库 他基本上他是一个 一个跟国防军事跟国防工业有高度预切相关的 对所以他当然会觉得说你要提高你的国防预算 台湾的国防预算太低了 台湾的国防防预能力太低了 所以面对中国可能的武力统一 台湾必须要提升台湾的防御的战力 这个我们当然不反对 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够用一个说 中国会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来攻打台湾 然后会有多用多快的时间 用什么样的方式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之内就把台湾整倒 就要怎么样的tag over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太太过度的去做一些解释 所以我还是要说 对习近平总书记来讲 和平发展是一个既定的大政方针 我们讲的是那一方 我们看待的也是那一方的大戏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我们再针对相关的话题 我们进一步就叫红旗舱 现在时间11点36分24秒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今天十九大登场 我们不要以管亏天 就是说这个是中国大陆 他们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 我们不能够偏废说 我们都不谈 事实上要大谈特谈 有人讲说习近平应该我们要正面看待 有所谓的习近平学 要好好研究 这是我多年来我一直强调的 因为习近平不是只有五年十年的领导人 我们必须要多了解习近平 当然共产党员在学习习近平 就有点这样学习他们毛雨露 毛泽东思想一样 但是我们这边 如果我们要去多了解习近平 或者习近平学 这个部分上 是要去准确的去观察到 他的政治性格 然后了解到他的政治路线 以及他的战略 他的政治战略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们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 很持平的 而且很理性的去做一些研究 对 而且11月还有一个重头戏 就是川普 川普访中回访 基本上中美这种新型大国关系 或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 这是个全世界上的国际战略当中 一个最重要的平台 今天中国已经逐步的登上了 这一个平台 尤其美国出现了川普之后 美国放弃了他作为一个 世界霸权强权的这种 全球治理的角色 譬如说他 就是达沃斯的那种 世界经济论坛 川普这边他不过去 然后川普也说 他不要继续再走自由贸易 就是全球治理贸易 这个已经走了20年了 他不要走 同时他对于大家所关切的 气候变化公约 川普也撤退了 所以川普又 然后TPP 川普也说不要了 所以川普把很多国际舞台 全球治理的舞台 他撤退之后 习近平中共政权 就是这样子 理所当然的就成为 我是一个领航者 我是一个参与者 他譬如他明确的说 我是全球经济自由化的 过程当中的参与者 跟受惠者 受益者 参与者跟受益者 未来我要持续的参与 而且我也要尽我的责任 来领导 所以我要说的是 习近平他基本上是一个 有使命感 有企图心 这不仅仅是在两岸的议题上面 他要统一台湾的使命感 跟企图心而已 他对如何让中国大陆 左向为一个强国 让中国大陆如何能够具备 拥有全球治理的能力 在这个部分上 他是有高度的责任感 跟企图心的 所以宏伟员在这个我方 其实我们一方面揣测习近平 会研究习近平同时 我发现我们的元首 我们蔡英文总统 我们也要揣测也要研究 那我们唯一的在十九大之前 我们重要参考的一句 就是他国庆的演说 从国庆演说一直到十九大之前 他的一些文字 我们定位成说 十九大之后 蔡英文最重要的喊话 就是他希望寻求一个两岸新模式 所以我们又掉入一个 这个漩涡里面 什么叫新模式 结果许信良 他现在是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的董事长 他今天我们看出刊联合报 他接受专访说 他认为蔡熙会 就是处理两岸根本问题的新模式 因为他虽然没有提到蔡熙会的可能性 但是他沿用马熙会 习马会就是这样处理的 所以呢 由领导人来直接处理两岸之间的僵局 解决两岸问题 就是蔡英文总统近年来 一再主张的两岸互动 新模式 你的看法呢 OK 我想 徐先生一向他都是一个 务实而乐观的人 当他说 未来有所谓的 蔡熙会 那事实上就是所谓元首外交 现在在国际关系上面 元首外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就好像在集团体 就是世界20个这种经济大国的会议的时候 他们有元首会谈 在APEC也有非正式的领袖会议 那这个时候都是元首跟元首的 那事实上呢 去年的 习马会或是马熙会在新加坡召开 那个某个程度 我觉得对台湾作为一个国家 对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讲 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位阶 那就是双方的领导人的会面 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跟马英九总统 在第三地 在新加坡召开一次 两个政治实体也好 两个国家也好的领导人的会面 那当然 称号名称那是另外一回事 到处在瞧 但是两个可以在第三地 没有蔡席会 当然我的内心期待有 但是要如何的有 是我们要符合北京所设定的政治架构 北京设定的那个一个中国的架构 台湾政府接受了 所以台湾领导人就跟北京的领导人 有面对面的会面 那同安民主是九二共识 所有的架构呢 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我们要去审慎去面对的 另外一个当你说要所谓的习菜会 或菜棋会的时候 你要经过多少的层级啊 你知道两岸的关系 是从海基跟海协 海基会跟海协会的事务层级 工作层级的这种的会晤 建立起一种制度性的沟通之后 再有1993年在新加坡的 孤政府先生跟汪道涵的孤汪会 然后后来呢 又经过了98年的孤汪第二次的会晤 在上海跟北京 不过后来就产生了很多其他的政治的变革 台湾的政党的轮替 所以就又停滞下来了 然后之后只有在 像比如说我担任海基会的董事长 那个时候基本上海基海协之间的互动 也还是在一个相当小的范围之内 那当然海基海协能够制度化的沟通 是2008年之后 就是马云主政府上来 国共双方对一个中国的问题取得了共识 国共双方在一个中国的议题上面取得了共识 不管是九二共识 或者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在这样的架构之下才重启了两会的领导人的会谈 所以才会有江敏坤跟陈云宁的会谈 所以才有江城会 所以我要提醒徐信尚先生的是 我们都期待有蔡席会 但是蔡席会必须要先从工作层级 然后到海基海协的层级 然后之后到陆委会跟国台办的层级 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的2月 国台办跟陆委会是第一次的会面 就是王义琦到南京去访问 然后隔半年之后 张志军到台湾来访问 所以光奇你想一下 这就是一步一步这样上来的 这个不能够说一下子就要跳到蔡席会 或期待蔡席会 我觉得那个基本上是一个不误实际的 它是不符合所谓的外交 或是两岸事务的protocol 不符合protocol的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期待 但是要达到这个期待 我们要认知到 我们是不是要接受北京的政治框架 对 一个中国的政治框架 不管大会小会还两岸共打 连弹个垃圾的这个管道 这个都被封住了 哪来参席会呢 我们现在必须要从一个working level 是一个可操作性的议题 开始来进行两岸的事务性的会晤 就像这一次在湖北发生的这一个车祸 然后呢 就是海机会就只要基于人道的立场 服务的立场 我们派我们的工作同仁 协同家属到那个地方去处理这些善后 就土石流了 把我们三个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这些事务性的东西 我们应当要陆续的很让它成为一个制度化 剩为一个常态化 跟宏伟也没看到 至少在台面上 新闻上没看到 我们三个人在那边土石流 淹掉了 他们有去啊 我们的海机会有去啊 我们海机会的工作层级的人 所以我所谓的工作层级的人 以及其他的像譬如说 好像我知道好像是人本啊什么 他们有去那边协助他们的善后 不过我还是回到一个主题 比如说两岸的关系 基本上主导权是在北京 这一点我们要认知到 两岸关系的发展的主导权是在北京 而整个国际形势上 也是有利于北京的条件 如果两岸关系发展到最后 是这边我们把中国大陆 来我们这边出访的人 火烧车烧死的那边的人过来 或是我们三个人影剧精英 影视精英 在那边土石流被这个活埋了 我们这边的海机会成人才过去 说实在的 这样一个互动模式 蛮激行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这段广告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洪远现在就是我们有这个我们自己的做法 就是蔡英文总统上台至今 他虽然口头上会释出善意 会在讲稿里面把维持现状 去年讲三次 今年就不讲了 他会在字句上面做一些枝节的一个修改 但是老实说新模式新四部 我们是善意 可是两岸是陷入僵局的 那我今天看到这个柯文哲 柯文哲最近所谓 两年前就谈两岸一家亲 到这一次 哇一次就像出马怎样 民进党或是媒体人 有部分媒体人就攻击他 那现在又出来一个 他昨天证实 将推动一个西建 金建的西进计划 西进跟现在我们 蔡政府推的南向显然是不同 那西南向现在遇到很大的阻碍 那对印尼对马来西亚的投资 不禁反退 所以你怎么看呢 就未来我们到底要走哪个路线 如果按照您讲的 习近平都定再一个30年 或者说他的整个想法纵身是两个百年的话 那我们这个好像在乱抓虾 我觉得台湾作为一个高度国际贸易依赖的一个国家 因为我们的出口占我们的GDP的65%到70% 这个是大家知道的 那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跟国际的市场接轨 那么国际市场接轨 当然要透过区域的经济整合 那区域经济整合当中呢 最密切的两块 一个是中国大陆 另外一个是东盟或是东邪 那也就是一个西进一个南向 我觉得不管西进跟南向 都应该是台湾经济发展的策略之一 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两者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政府必须要考量你的资源的配置 产业也必须要考量 你在全球的产业链跟价值链的里面 你的产业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去思考你的产业是应该是往西边走 或是往南边走 那我觉得这个是企业界自己要去思考 我到今天为止我都认为 我都认为任何一个政府 都没有能力去制定产业政策 叫产业应该要往东走或往西走 因为产业自己会产生他的政策 也持续效应 他的产业会去决定他要在哪里投资 产业会决定他要往哪一个地方去跟技术结合 可是我们台商会讲说 那其他国家签自由贸易协定 那关税全面 那我们怎么竞争 他会跟我们政府喊话 我知道 那自由贸易协定那是一个 我们原来以为我们加入WTO 2002年元月1号我们加入WTO 15年前我们加入WTO之后 我们就在整个国际贸易的平台上面 所谓这种关税的障碍我们就归零了 但是没有想到后来产生了很多的 所谓双边主义或说区域主义出来 对 就是说像东盟 他就有东盟加一东盟加三 像未来东盟加六 加一加二加三加三加六 所以变成就有这样的一个很多区域性的组织出来了 那么台湾就被排除在这个外面 那所以这个时候政府当然要努力 但是政府的努力又碰到了一个国际环境跟两岸关系 因为中国大陆他基本上他是认为 你必须要台湾跟北京要签完了FTA 自由贸易协定 两岸要先有自由贸易协定 ECFA就是两岸自由贸易协定的前身 是 开始的那一部分 然后有ECFA的基础在进行福贸跟货贸的协议 福贸贸贸谈完之后 再有一个投资保障协议跟争议调处协议 那这个就成为两岸的FTA 那北京当然希望你台湾跟他完成了FTA之后 台湾再用WTO的会员体的方式来加入RCEP 就是东盟的组织或是其他的相关的组织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企业是会遇到一些 国际贸易上的被边缘化的这个趋势是有的 那现在我是觉得不要把西进跟南向两个说他们是对打 我个人不认为是对打 我认为这是一个区域经济整合产业会选择不同的区块去发展 可是我们现在好像有点这个头重脚轻 这个头重倒是新南向了 可是事实上我们讲就是说 整个市场性当然是西进的这个为难量大嘛 对我们的需求性我们对他的需求性也比较大 这个不谈最后一点时间想请教这个洪委员 什么是APEC架构下愿与中国释出善意而且跟他们互动 这个满有程度是台湾金马关税协定 这个满有程度没有主权 事实上我们基本上我们APEC是Chinese Taipei 那APEC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 所以APEC的这些领袖会议 他的名称叫做什么非正式的领袖会议 虽然有领袖会议但他不是正式的领袖会议 可是蔡春宏这番话好像不光是用在APEC 这个所谓新合会的领袖会议 真正的我们现在有完整的身份的应该说是WTO 世界贸易组织 我们在WTO里头我们是一个完整的 我们有派一个大使 现在是朱静一在瑞士 所以我是觉得基本上我们应当要了解到台湾 两岸的关系还是台湾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就看去年 去年两岸的贸易还是超过一千亿 就一千两百多亿美元 而台湾从中国大陆所获得的入钞 是超过七百亿美元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因为过去25年来30年来两岸的经贸关系的投资贸易 就是占台湾的比重非常非常的大 那现在我们要分散风险到东南亚 这是可理解的 好 今天非常感谢洪奇参议委员 为我们做这么精闭的分析 谢谢洪委员 我们休息一下这段广告 马上进行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 谢谢洪奇参议